各位鬼话之友 现在您所收看的节目 就是正宗的鬼话连篇 今天的鬼话连篇 歌手林俊燕要告诉你 她在国外作秀时 一名在外身亡的小秀女 精益现身的故事 资深影剧记者陈淑芬 要告诉您一段 金素梅从梅林婚纱大火到现在 活咒附身的传说 天网会回至楼兰公主 要揭开渔风 借由预言家翻案 并且附身一名记者身上 判冤的刑案礼仪 礼仪最前线沈戎 要带您去北部一处废酒厂 与那儿的一面阴阳古镜 做阴阳第一线的灵异接触 现在就请您做好准备 和我们一起进入鬼话连篇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又在周末的晚间跟您见面了 欢迎您收看鬼话连篇 谢谢 今天这个来宾我们看到了 尊感了 好久不见了又发片了 陈哥好 对 谢谢好 而且我们要特别谢谢一位人物 观众朋友你们一样 谢谢他才有鬼话连篇 这个节目才可以看 因为在几年前 他写了两本书有关于鬼话 后来他就跟我们制作人讲说 这样子来做电视节目 应该会有很多人看 后来真的这个节目就这样产生了 我们要谢谢陈淑芬小姐 大家好 给你感觉多一点 你怎样而已 就是资深的杂志记者 新闻工作人员 小朋友 暑假你都做些什么活动 有没有看鬼话连篇 对 有没有看我们的花子 就是孩子的保护神的卡通呢 我们来给你看一段花子的画 你看花子今天要跟你说什么 爸妈你也可以一起看 我们来看看花子鬼故事 香香和婷婷 是幼稚园中最要老的朋友 婷婷 你有没有听过小黑啊 小黑是花子最强的对手 香香对婷婷说 她看过小黑 放学之后 要去补习班 香香就在老地方 寺庙前面等婷婷 香香今天想吓婷婷一票 于是躲在树后 不久婷婷来了 婷婷 肯婷 我看过小黑的主人 只能看过小黑的主人 是躲在树上的 身份 之后不可思议地睡觉 婷婷的有子越来越少了 琴琴 你看 是小黑 当天晚上香香发高烧而病倒了 婷婷走到一间破旧的电话亭 打电话向花子求助 是小黑 一定是他 是小黑要害我的好朋友香香 求求你救救我们 婷婷打完电话之后急忙往家里走 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原来自己的影子和香香的影子一样正在被吃掉 原来我不是小黑 而是一种专门吃影子的幽灵 幽灵正津津有味地吃着挺挺的影子 要是影子全部被吃掉的话 就会像香香一样不知倒地 幽灵花 将幽灵带回黑暗世界吧 可是没有想到这次的幽灵却是非常的顽强 让花子变成了 给花子的武警收服他 可是这时候 小黑也出现了 小黑的出现解救了花子 同时也制服了幽灵 小黑的出现了 谢谢你 小黑 小黑就这样留下了他日在战的讯息 回到属于他的黑暗世界 可怕的恶灵 从此被关在香香弄倒的地藏网底下 事情终于解决了 香香的体温也下降了 如果 你被幽灵缠身的话 请找花子 说除了 entender 说 对不可知的事件要心存敬意 咱们我们刚才就在说 就是 凌晰说 凌晰我们看不到 但是我们也要尊重他们 都看不到 就说他没有 不要提起 对 俊杰 今天 今天我们观众朋友带来一些 什么您个人的经验 我 那是我以前做秀在国外的 在印尼一个饭店里头 在国外然后见到台湾的鬼 可以这么说吧 印尼见到台湾的鬼 因为我去做秀 然后我会带五群 十几个人 然后还有我的和音 还有助理 一大班人 那我们第一天 到了印尼的加加达的时候 经纪人安排我们住在 加加达Tower 有一个Tower 就是饭店的名字 对 加加达 那个一个饭店 那我们一进去的时候 也没来得及 说要选哪个房间 什么 我只是跟柜台要求说 让我们这一班人 通通住同一个楼层 一层楼 因为这样子下了班 大家比较好照应 那我们就通通住进去了 我的隔壁是一些男的Dancer 然后再过去有和音 这边有女的Dancer 通通住在同一层楼 然后那个饭店呢 你住进去的时候 这是一个走廊 走进去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饭店的房间 是这样进去的 这样进去 那这边当然也有房间 这边的房间是靠近马路的 我们这边的房间的后面 是没有马路的 是一个空的 空的 然后那个是一个十几层楼 十二十三层楼的一个高楼就对了 然后我们住进去的时候 就赶快把它修复一摆啊 赶快摆一摆 因为我们要去rehearser啊 去那晚上就要正式彩排了 然后就是要正式表演了 表演完了之后呢 几乎都是已经快半夜了 密迈差不多两点了 吃着宵夜 回到饭店 大家就很累了 就赶快冲个凉就要睡觉了 那我进去的时候呢 就是只有把秀服整理而已 那那些自己的便服就没有整理了 那我进去的时候就觉得 哇 怎么那么乱 赶快弄一动 洗过澡 我就要睡了 要睡之前我就看 哎 这边一整排都是窗子嘛 我又怕明天一大早起来 那太亮了我就醒来了 所以我就把那窗帘整个拉起来了 都拉到 就整个窗帘都拉起来了 OK 我就睡了 我记得是这样子 没睡多久 不到一个钟头的时候 我就听到有人敲门 那我心里想 谁睡不着啊 就来敲我的门 有个帮物的 对啊 我心里带他擦 我就起来 我就去开门 那没人啊 这边看来那边看来没人啊 我就听错了 好吧 门又 没有关上过就一直去睡 不是很好睡的人 我是这样子 但是那天非常的累 所以我一躺下去又睡了 又睡了 然后过门一下子 因为时间我也不晓得 怎么又有人敲门了 这次我不起床 我就听到底 是不是真的有人敲门 确实没错 有人敲门 OK 我就起床 我再去开门 还是没人 门又关 我不高兴了 我就打电话 打到隔壁房间 有问他 董老师的舞群 有一个老师叫小猪 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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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还胖胖的 对对对 我说你们不累啊 赶快睡了吧 你们这样子 别再跟我开玩笑了 他说没有啊 我们都在睡了 我心想也不对啊 我想起来 今天何音响 找我去吃宵夜 但是他没去 我们都吃了 肯定是他肚子饿了 我就说打到另外一个房间 也没有 就是我三个房间都打了 他们都睡了 怎么会这样 我今天是累过头了 为什么会这样 把电话挂 我就继续睡 再睡 我又听到敲门了 这一次我就用心地听 这声音到底从哪来的 会不会从浴室呢 因为那个没进来 这边是浴室 会不会你在洗澡 咔咔咔的声音 可是也不是啊 好像是敲那种 玻璃窗的声音 不是那种木头 很扎实的声音 玻璃窗 不会吧 玻璃窗就只有这边 才有玻璃啊 对 你不是刚刚 把窗帘拉起来 对 拉起来了 就是因为隔了一个窗帘 所以闷闷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 到底是从哪来的 我就不清楚了 这一回我听清楚了 原来是从这边的 我害怕了 我就把整个房间的灯 全部都打亮 玻璃窗你讲是空的吧 对 外面是空的 完全是空的吧 对 就是一个断癌的 这样子的 我害怕 我就把整个灯全部打亮 因为我怕 那个窗帘一拉开 会看到什么东西 我就把灯全部打亮 打亮之后我就 我就去拉窗子 就把窗帘一拉开 外面是黑的嘛 已经半夜了 一拉开没看到什么 但是有听到那种 就是那种 指甲刮那个玻璃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 然后这样的声音 我心想 这声音从哪来的 我就开那个窗子 一开一推 然后那个风啊 很冷的音风 就过来 我心想 我就探头往下看 小高大应该一年四季都是很热的 很慢 没风的 没风的 然后我一会开 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我就探头看啊 我有点具高症的 不敢往外多看 仔细看 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啊 对 我就把窗子再端起来 坐在那里想了半天 我想不对 不行 一定有诡异 我就赶快打电话给他们 这样他们全部都过来陪我睡 都在那个 都在那个房间睡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这个事情 然后大家就这样一直聊 聊到天亮 他们隔壁都没有碰到 对 没有碰到 就是我那个房间 然后天亮了 我们也不睡了 就到那个 摄影院去 我们就说我要 我要换 换房间 我房间要换 然后换了房间 换到楼下一层去 然后那天我们去表演的时候 我就问那个房间 就问那个秀场的经理 我就说我们 我们换了 房间换了 如果你们要找我 你要另外打 就问你为什么要换呢 我说昨天这个状况 我告诉他 他问你住几号房 我才告诉他 你那个房间不能住啊 以前有个台湾的小秀人那里 谈那个恋爱 不成 从没有跳下去了 那我就在想 他不是要 是不是要往上爬呢 对就是那个指甲刮 是不是我把那个 拉开 让他那个光 笑到他 他摔下去了 他是怎么样呢 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吗 小秀就是说台湾剧的歌星 就是 小歌星 小歌手 去那里 然后再跟他 就拉下去了 谈了一段恋爱 然后恋爱 没谈好 所以真的是那个晚上他来了 所以指甲刮玻璃的 是不是 是不是笑了他 他这样子 他往上爬那种感觉 很害怕 他不是那个房间 就是你住那个房间 就是我住那个房间 他就是从那个房间跳下去的 那他叫你怎么是对的 他知道你 他要进来啊 跟你打招呼啊 对 跟我打招呼 对啊 那后来我问了 不知道这是对不对 很多人跟我讲 你常在国外这样烤秀 要进饭店之前 你先让那个服务生进去 先让他进去 你不要说 啊这是你的房间 钥匙一开就进去 这样子 先让他们进去 你说为什么 他们说因为 如果有一些 一些灵异的东西在里头 他们是比较熟悉那些boy 里头的那些服务人员 他们是比较熟悉的 他不熟悉你的 你为什么要来这个房间 所以他就会 就要闹你 就是这种状况 在下一段节目中 资深影剧记者陈淑芬 将要为鬼话之友 带来一段梅林 与金苏梅婚纱电大火之前 所发生的灵异巧合现象 那新闻本来没什么问题 就是新闻的旁边放了一个 火烧摩天大楼的电影广告 然后那电影广告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一个摩天大楼 然后那个火蛇烧得很旺 然后旁边就是树莓的形象